老天爷给我们的免费青菜 自然界植物是无限而且是永续的生产者 如果你可以多一种野菜的选择 你就有多一种福分 因为生活周遭充满了许多好吃有趣又可食的野菜 这就是野草中的上品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昭和草 今天走入这个森林当中 就在这个山凹处看见这美丽的这个山童豪 也就是我们的昭和草 饥荒草满天飞的这个神仙草 这样子的昭和草神仙草 它到底有哪些好 可以称得上是野草中的上品 然后我们如何来认识它 你才能够吃得到这上品的野菜 从它的形色香味来好好的认识这一株美味的野菜 昭和草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昭和草的植株 其实它可以长高到大概120公分以上 这样子的植株它的镜条上面就有红褐色的这种斑纹 然后也有这个重条的这个冷 就是一条一条的冷线 看它这叶片的特色 其实它的旁边就有不规则的这样子的锯齿状 我们放大来看 看得到它有柔软的这些很多的毛 这样子在它的这个叶脉上面呢 也会有暗红色的 一颗颗红层层的是头状花絮 当它这个头状花絮呢 受粉了以后呢 它就会像这样子的往下垂 因为它的花柄很细 没有办法承重这个花的重量 所以每一朵小花就羞涩的下头了 当它成熟的时候啊 这个花蛾就会变态成这种白色的灌毛 然后风一吹呢 它就四处飞散 它就可以播种咯 在户外野外啊 它就会大量的繁衍啊 几乎啊处处都可见哦 就是因为它适应力很强 所以啊连我家的盆栽都可以种得非常美味 为自己的生活增添野菜的美味 喜欢我的分享呢 请记得订阅按赞并分享